一個理性的討論 而是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問責 梁振英出了這些問題 他是應該在立法會上解釋的 他不願意站在這裏解釋 在這裏解釋最好 是吧 但是如果他來不來呢 他多數都沒有空 硬不空是否應該去立法會那裏解釋 那我們是不是要令到我們的立法會 能夠發揮這些作用 基本法讀說 行政機關要向立法機關負責 但是現在的制度是你控制立法機關 我們使行政機關向我們問責 那你整個制度有甚麼用 你告訴我叫我擁護基本法 我擁護基本法是哪個部分